而华丽县政府在111年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华丽县政府一年一度的模范母亲 继模范婆媳表扬大会也因此取消 但县政府为了表达对各位模范代表的敬重 在最高防疫规格之下 由县长率领了县府同仁 到各个模范代表家中 当面的一一表彰也给予祝福 县府表扬的模范母亲共有31位 模范婆媳18对共49户家庭 华丽县县县长雪真卫表示 县政府重视模范母亲与模范婆媳所代表的社会意义 母亲是不分昼夜的职业 各自在不同角落里散发着暖光照亮子女 县长表示 今年接受表扬的每一位母亲与每一对婆媳 在各自的家庭里默默的耕耘 并将毕生丰硕的爱与经历无条件传承给下一代 推及与社会 他们的贡献是言语所不及 月亮阴阳照亮我家门窗 神借过我指向发出爱的光芒 今天为了庆祝111年的母亲节 那因为疫情升温 所以在这次母亲节 就我们就取消了聚餐 但是对于全县的这个 无论是代表各乡政提出 或者是我们社团的提出 我们还是致上最高的敬意还有谢意 所以曾卫和我们的乡长以及社会处处长都会亲自到这个模范母亲和模范婆媳的家中来颁奖 来感谢我们模范母亲模范婆媳为花莲为地方为家庭的付出奉献 当然也在母亲节的前夕 祝福所有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现场许真卫希望透过模范母亲 以模范婆媳的表扬仪式 再次唤醒社会大众的重视 同时在这后疫情时代 人心惶惶之际 维系家庭与社会间的稳定力量就如同母亲般 无论社会如何的更迭 环境如何的变迁 仍是家庭的靠山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恭喜大家母亲节快乐 记者凌桀花莲市采访报道